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实际上呢 夏装和多尔滚的感情虽然算不上如交四期也是相敬如宾的 不然的话 怎么会成为给他生下孩子最多的女人呢 而后来就算是多尔滚和夏装关系没有那么单纯 凭借他的心机和脑子也不会做出来出格的事情 因为儿子还要登基 战俘尸骨未寒 他的任务只有安抚先领 辅佐亲帝登基治理天下 而多尔滚又是当时的公骨之臣 若有他的辅佐 那么弗林的天下将治理得更加容易 至少在他亲生之前还有人造成 大臣们不敢造次 纵观孝庄的这一辈子 辅佐了两位帝王 说没有他 顺治也不会是顺治 康熙也不会是康熙 一个女人在历史的浪潮的面前 她能选择的余地其实是非常小的 不过 还好她的智慧和美貌 让她在这个痴人的皇室之中 安然无恙地生存了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